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我们在眉山这里 诸位圣徒弟兄姐妹 大家问安 大家平安 当然还有我们当中的 牧道朋友 主耶稣爱你们 引导你们到这边来 今天下午 想跟大家一起来 查考的题目是 起初的爱心 为什么有这个题目呢 因为最近在我们 春季灵恩布道会 小弟去协助的一间教会 他为了他们灵恩会 定了一个主题 叫做 重建墙园 兼立初心 重建墙园 就是把墙 重新给建造起来 那兼立呢 兼顾的兼 暗立的立 兼立初心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起初的爱心的 这个初心 那么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 来想一想 什么叫做初心 也可以从我们的生命 以及我们对于 我们经验上的理解 什么叫做初心 初心当然就是 起初的心态了 或者说我们一开始 所立志的 我们所感受的 我们认为是对的 那圣经里面 提到什么叫做初心 或者说 又提到了哪一种初心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 再来思考 我们一起来看 新约圣经启示录二章 二节到四节 二节到四节 今天下午会翻比较多的经文 所以 来得及翻就跟着翻 不然就看荧幕上 直接抄下来比较快 小弟念 其实二章二节 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碌忍耐 也知道 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誓言那 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 成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乏倦 第四节 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阿们 所以我们看见 刚才的这一段经文 是我们最近在查考 也是两千年前 耶稣基督 借着使徒 约翰 留给当时的 七间教会的第一封书信 以辅索书信 里面的内容 当然这里面 主耶稣他知道 他知道教会的一切 我们都是他手中的七星 在他的手中 被他所掌握 他也行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 那七个金灯台 就是神的教会 所以这不只是给 两千年前的弟兄姐妹 不只是给他们的 启示跟信息 所以每一封书信的最后 比如说二章七节 就这样说了 二章七节 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所以每一封书信 其实都是留给神 所有的教会 当然也是 给我们今天 在座主位 那我们刚才 看到了二章四节最后 把起初的爱心 给离弃了 那到底在说什么呢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是以福所教会 唯一被责备的地方 就是以福所教会 两千年前以福所教会 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 那我们继续来思考 我们看到这五个字 我们当然可以有 很多的想法 有一些感受 我们可以不论 圣经经文 对于以福所教会 初期的记载是什么 直接根据我们 对于这五个字 字面上的理解 以及我们的信仰经验 或我们生活上所体会的 来进行许多关于爱心 理所当然的推论或假设 所以说到爱心 我们每个人 一定都会多多少少说一些 对不对 什么叫做爱心呢 所以我们会有自己 对爱心这两个字的一些体会 一些推论 一些假设 于是有一些领会者 我们的前辈跟同工 也就顺着这样子的一个感动 然后把这里讲到的 起初的爱心 来比较一个人 在爱心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到底爱心是越来越多呢 还是可能会越来越麻木呢 还是越来越冷淡呢 借着这一种的方式 来造就听到的人 当然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但是今天我们没有 要造这种方式 那小弟再请大家再想一想 如果提到爱心两个字 我们会想到什么 怜悯孤寡 算不算爱心 怜悯孤儿寡妇 算不算爱心 有人点头 这当然是爱心 关怀痛病苦 算不算爱心 不算 当然也算 关怀在病痛当中 到医院访问 在家中访问 那一些苦难的人 帮助贫穷 算不算爱心 安慰软弱者 算不算爱心 所以如果单从 这两个字爱心 我们可以做 很多很多的发挥 也不只是小弟 刚才提到的 这几件事 我们再来看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的 四节到八节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四节到八节 我们知道很熟悉 这就是我们一般 所说的爱的真理 爱的真理 圣灵借着使徒保罗 告诉我们 爱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小弟简单念一遍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七节八节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忍耐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读到这边 八节前面 所以这段经文 我们当中许多的前辈 跟统领都十分的熟悉 这就是爱的主要的内容 当然 提到爱心 我们也可以就这一段经文 再好好的发挥 忍耐 盼望 不计算不计算人的恶 不求自己的好处 等等很多的事情 那如果 可是我们想到刚才说 起初的爱心 是主耶稣写给谁的 两千年前 以弗所教会 除了刚才的这一种方法之外 直接从我们的信仰跟生活 来诠释什么是爱心 第二种 有些人 提到以弗所教会 就想到圣经当中 有一卷书卷 是专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 大家有印象吗 叫做以弗所书 如果以弗所书的话 又从以弗所书的 这一个经卷里面 把有关一些爱心的教训 跟经文抓出来 做诠释 我们一起来看 以弗所书一章的十五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 也可以看上面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 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阿们 所以两千年前 使徒保罗写给 以弗所教会的书信 就是这一个以弗所书里面 一开始信头就讲到 保罗他听见了 以弗所教会 什么 信从主耶稣 是怎么相信主耶稣的 是怎么跟随主耶稣的 有哪些表现 有哪些行为 而且亲爱众圣徒 亲爱众圣徒 就是爱同灵 所以第二种方法 就是根据 以弗所书里面 对于爱的一些经文 再来做解释 这个都可以 但是我们也不用 第一种方法 也不是用第二种方法 那我们再想回 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经文 奇事录二章四节说 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 给离弃了 所以我们直接 如果要用最严谨 以经解经的方式 用圣经里面 留给我们经文的资料 来思考 到底以弗所教会 一开始 他有什么样的表现 再来理解 所谓起初的爱心 指的是什么 我们从圣经里面 来找线索 那哪一个地方 记载了 关于以弗所教会 一开始许多的事迹 就是以弗所教会 是什么产生的 然后这个教会建立的初期 有哪些行为 对不对 那这记载在哪里呢 就记载在 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的 十八章跟十九章 我们现在可以翻开 很快地翻开 使徒行传十八章的 十八节 翻到使徒行传 十八章十八节 小弟简单念 这一节就好了 保罗又住了许多日 就辞别的弟兄 坐船往叙利亚去 摆基拉亚居拉 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过院就在 间隔离剪了头发 十九节 到了以弗所 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会堂 和犹太人辩论 阿们 所以从使徒行传的十八章 一直到十九章结束 这么长的经文 各位 几乎都在描写 保罗以及其他 我们的前辈在以弗所 做了哪些事 以弗所教会怎么被建立的 以及以弗所教会 一开始做的哪些事 就这么多的经文 所以一开始十八章 十八节到十九节 说 使徒保罗到了以弗所 到了以弗所 我们看十九节 他做了什么事 所以简单来讲 十八章 十八章 十八节到十九节 最后 记载的六件主要的事 那我们现在来简单的思考一下 这六件主要的事 都在讲什么 我们先看十九节 到了以弗所 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犹太会堂 和犹太人辩论 这个会堂是什么会堂 是犹太人的会堂 犹太教的会堂 不是基督教的会堂 这样知道吗 原文那个字 就是后来变成 现在这个字 犹太人的会堂 那我问大家 使徒保罗到犹太人的会堂 是在做什么 辩论 这个叫做辩论 其实是在宣教 到犹太人的会堂 你讲耶稣会出事情 他们不喜欢听 讲耶稣说的话 讲耶稣做的事情 他们无法理解 而且觉得你离经叛道 我们现在讲快一点 所以 两千年前 这个保罗 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 去做什么事 传福音 三个字 这样大家能够通吗 所以第一个记载的就是 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传福音 那第二件事呢 我们继续看18章的24节 第二件事在这里 我念得很快 因为我们今天 这个只是稍微提一下而已 24节 有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波罗 来到以弗所 他生在亚利山泰 是有学问的 最能讲解圣经 25节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 受了教训 心里火热 将耶稣的事 详细讲论教训人 只是他单小的 约翰的洗礼 26节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 百基拉亚居拉 听见就接他来 将神的道给他讲解 更加详细 阿们 第二个事 在以弗所 是记载亚波罗这个人 怎么信主的 亚波罗这个人 他是生在亚利山泰 当时罗马帝国第二大成 也是当时有 当时罗马帝国最大的图书馆 所以简单来讲 这个人博学多文 学父五居 而且他不只学问好 他还对耶稣基督 传讲的道理 以及耶稣基督有兴趣 所以他有在查考 他查考了耶稣基督的事 听到耶稣基督的教训 然后就开始 有圣灵的感动 他就开始讲解 包括旧约里面这些经文 所以这个人有学问 也愿意来追随耶稣 可是发生一件事情 25节 这个人在主的道上 受了教训 而且心里火热 然后他在哪里讲的26节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 各位 不是在基督教的会堂里面 也是在犹太教的会堂里面 在那儿就会哭人员 冷静当情 在犹太人的会堂 讲耶稣 说耶稣讲的事情 就是树立敌人 可是他放胆 他有这个胆量 所以值得敬佩 问题是 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基督教派的朋友 他们也在讲耶稣 也在传圣经 也在讲耶稣的话 可是跟这个亚波罗 当初一样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好像讲的是耶稣 说的是耶稣的话 但是不够完整 不够全备 所以那时候有一对夫妇 就是26节 这个亚基 百居 大家知道他们做什么的吗 这一对夫妇 在菜市里面 你做厉害 没厉害 你修理厉害 在前面看到 他跟保罗 在做这个事情 在菜市里面 你做生意 一个在市场 做生意的 像我们当中 很多同龄 怎么比得上 类似亚波罗这种 台大校长 或中正大学 校长等级的 对不对 可是大家看到 所以这里提到 亚波罗放胆讲道 我告诉你 有两个人 比亚波罗更有胆 谁呀 亚居拉百居拉夫妇 这一对 在市场里面 做生意 别人看起来 没有学问的 他们竟然有党 去找亚波罗 然后把他不知道的 道不在哪 补充讲清楚 各位 这个叫做 是不是要传福音 而且一传完之后 亚波罗也信主 他也变成真正的基督徒 他也把这个 完整全辈的道理 再出去宣扬 我们再来看 以伏所的第三件事情 请看19章1节到7节 好了 这个禁文太长 大家自己看 接下来19章1节到7节 记载了以伏所 第三个事件 有没有 我们看第一节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 就来到以伏所 有看到吗 接下来就问了这些门徒 你们受圣灵了没 没有 你们受的是什么洗 什么是那个洗呢 于是奉主的名 重新颁他们洗礼 就是我们今天这种 和圣经方法的 赦罪重生的大水洗 然后按手在他们身上 他们受的圣灵 各位 这第三个事件 对不对 我讲得超快的 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 主要的内容 是下面那一些 各位 也是传福音 有没有注意到 接下来第四个事件 从19章的8节到12节 8节到12节 8节到12节 有什么事 我们直接看第10节 所以保罗本来 进犹太人会党在传福音 后来被赶出来 被赶出来 常常来我们这里 讲亚苏 讲亚苏 讲的话 我们就不信亚苏 被赶出去 所以保罗就到了一个地方 叫做推拉努 学坊 什么是学坊 学坊翻得很高雅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教室 就是教室 还不是会堂 所以保罗就在那个地方 推拉努这个地方 开了一个教室 等于是最开始的 基督教的神学院 然后在那里 每天讲道连续 讲了两年之久 两年之久 第10节 然后接下来 训练这些门徒 这些门徒出去到处 把他们听见的也宣传出去 发生了什么事 教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西利尼人 西利尼人就是希腊人 都听见主的话 主的道 各位这第四件事情 还是传福音 有看见吗 第五个事情是什么事情 就是19章的13节 一直到18节 我们看18节就好了 18节 那已经信的 多有人来承认 述说自己所行的事 阿们 所以简单讲 在那里有些人 赶鬼失败 保罗去赶鬼 然后因为有些人 知道了这个赶鬼的事迹 跟神迹 他们就信耶稣 信耶稣之后 就做了18节这件事情 那些后来 因为这个神迹来信主的 又有很多人 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 各位什么叫承认诉说 我们今天台译哥 做更正 把自己如何信主 把自己如何悔悔 来把别人做更正 这样大家听得懂吗 承认诉说 各位这第五件事情 又是什么 传福音 到最后从19章的23节 一直到19章结束 这个就是以扶索的 宗教骚乱事件 宗教暴乱事件 自己回去看 很长 这个也跟传福音有关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 一个小小的结论 我们从圣经里面发觉 以扶索教会 一开始被建立 以及建立之后 在那两三年当中 发生的事情 整个圣经记载的重点 全部都跟什么有关 传福音 这个印象要有 传福音 传福音的活动 所以起初的爱心 我们先讲 等一下再继续来思考 启示录二章四节 主耶稣责备以扶索教会 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 这个起初的爱心 如果不照我们 自己生活经验来诠释 如果不是以其他的经文 这样子来承接的话 很专注的 而且很详尽的 以经解经的话 这个起初的爱心 指的是传福音的爱心 跟热忱 我们继续在思考 可是话说回来 一般各位 我们教会也常常希望 我们大家要传福音 当我们提到传福音 这三个字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什么 我们认为传福音是什么 请大家想一想 第一个 我们会说传福音是圣功 重要圣功 会不会这样想 会嘛 我们认为传福音是圣功 第二个 传福音是什么 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使命 是我们从主耶稣领受的使命 所以传福音是圣功 传福音是使命 第三种 传福音是一种负担 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第四种 传福音是什么 如果让我们来讲 我们认为说 传福音是神的旨意 是耶稣基督的命令 对不对 各位我们讲了这么多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一般提到传福音 不会把它跟爱心连结在一起 不是圣功就是使命 不是使命就是命令 不是命令就是负担 不是负担就是旨意 我们几乎不会讲传福音就是爱心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剩下半个多小时而已 我们要把这个想清楚 来我们看经文怎么告诉我们的 其实经文告诉我们的 好像不是使命耶 也不是圣功耶 也不是负担耶 经文里面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 传福音到底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来看 一起来看铁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节 上面有 新约圣经铁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节 我们从前在菲利比被害受辱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挡量 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阿们 大家看 看最后那句话 保罗说 他在讲我把福音传给你们 就是传给铁撒罗尼迦这个区域的人 对不对 这是讲传福音 接下来他把什么 跟这个装在一起 我们继续看铁撒罗尼迦二章的第七节 做了这件事情 使在你们中间 纯心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各位再仔细想想这一句 保罗说 我传福音给你们 接下来保罗做了一个 他传福音的心态 他做了一个类比 我们叫做analogia analogia就是类比 做了什么类比 我传福音给你们 好像是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有看到吗 那我问大家 我们大家都是做父亲母亲 做阿公阿嬷 甚至有做阿祖 祖母的都有 我们说到我们如养自己的孩子 你会觉得这是圣工吗 你会说这是使命吗 你会说这是负担吗 你会说这是神的命令吗 对啦也对啦 也不能说错啦 对不对 但是只要提到父母如养孩子 我们常常把它说这是什么 父母的什么 爱心 有认识吗 我们不说这是工作啦 我们不说这是负担啦 我们不说这是艰苦啦 我们不说这是书名啦 当然从圣经里面讲也是 但是我们都怎么形容 这起父母对我们的爱心 如养我们的父母之爱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继续 还没完 所以保罗不是提到这个 他是提到 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继续看后面 看《铁山的文章前书》 二章八节 请看第八节 继续 继续再讲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继续再讲 我怎么样爱你们 这样爱你们 讲的就是前面 把神的道理 把神的福音给你们 我们是这样爱你们 有没有 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怎么爱 这里又把爱跟福音连接起来了 我们看到 还没完 还没完 第二个类比来了 第二个类比 Analochia来了 我们看后面的二章 二章第十一节 继续又讲了 第二个类比 你们也晓得 我们怎样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 嘱咐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前面第七节 提到好像母亲 如养自己的孩子 有没有 第十一节还不够 再加第二个利比 来强烈 什么事情 我们这样子 劝勉安慰 祖父 好像父亲 前面是母亲 这里是父亲 对待自己的儿女 各位 这在讲什么 都在讲传福音 都在讲传福音这件事 所以说到这里 我们当深刻的思考 我们目前 我们教会 神的教会 感谢主 我们有许多 教会的圣工 或者有各式的团系活动 在我们的安排里面 忙碌 劳苦 也费心安排 也费心安排许多 看似要聚集人气 让人气 会碎的行程当中 但是有一件事 我们要特别注意 在这么多教会的圣工 以及安排之内 我们是不是能 如教会初期 那样子的重视 跟恒心于 福音的广传 跟宣扬 福音 传福音 我们现在看回 启示录二章五节 我们看回启示录二章五节 所以一样 这一封书信的最后 以福所 耶稣基督对以福所 弟兄姐妹说的话 第五节小弟念 所以应当回想 你是从哪里堕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 从原处挪去 耶稣又是爱 又好像一个 很严厉的父亲 在提醒你 若不改 我就把灯台 从原处挪去 那神的教会 会怎么没生气 会从得救的教会 变成不得救的教会 这是小弟的体认 如果不服的话 拿圣经来讲 所以主耶稣说 如果你再不悔改 我就把你的灯台 从原处挪去 这不得了 那灯台跟我们得救 相关耶 他对于两千年前 神的教会这样讲 金星也对我们这样讲 什么事情 要做一件事情 行 中间 第二句话 行起初所行的事 所以我们发觉 起初所行的事 对以福所教会来讲 就是传福音 而传福音是一种爱心 这也是主耶稣 所看重的一种爱心 那我们现在继续就来想 为什么传福音是爱呢 甚至我们可以说 传福音是一个圣徒 一个基督徒 最需要具备的爱 为什么 因为提到爱 我们都很多体会 我们来看新约一个经文 我们请一起来看 约翰二书第二节 启示录前面而已 约翰二书的第二节 这里写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阿们 来这里提到爱 你们爱 就算不看你们 也看到爱嘛 那我们大家 只有我们基督徒 在讲爱吗 没有 佛教的师兄师姐 佛教徒也在讲爱呢 以前小弟几年前 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打开电视 第四台 然后看到有一个师班 穿的都跟我们基督教 我那时候不知道 他不是基督教 穿的都跟我们 那个圣尸袍一模一样 只差没有十字架 拿着在上面 几百人在唱 又好听又优美 而且更奇怪的是 那个旋律 从头到尾歌词 全部在歌颂爱 全部在歌颂爱 然后我听了三分钟 我就小弟心里想 哇 这不知道 对一间教会 什么教牌 结果很抱歉 那是大爱电视台 你们知道 大爱是哪个宗派的吗 是慈祭的耶 佛教的朋友的耶 他们也在唱诗 也在歌颂爱耶 还把他们电视台 叫做大爱耶 对不对 不是只有我们基督徒 在讲爱 道教的朋友也讲爱 一贯道的朋友也讲爱 对不对 天理教的朋友也讲爱 甚至没有宗教信仰 不信鬼神的 离鬼神近而远之的朋友 也讲爱 你要看到世界 书举里面 爱的书多多啊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 看起来还爱书人家 对不对 那这问题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发觉一个事实 大家想想看 今天世界上 其实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爱 小弟说各种不同的爱 我们讲比较 因为时间关系 直接讲重点 也有人爱什么 爱权位 胜过爱家人的 他可以为了权位 牺牲家人 可以为了追求地位 把更多的时间 用来追求他自己想要的 更少的时间来陪伴家人 也有人爱金钱 胜过爱自己命的 所以才有一句俗语这样讲嘛 叫做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要抓住一种 就是放死了 对吧 人为财死啊 你说哪有人笨到这样子 有啊 现在有多少人为了金钱 为了生活 拼了老命 把身体健康都给拼掉了 是不是 可是人为财死啊 爱钱 胜过爱自己啊 也有人 爱自己所爱的 爱自己的家人 爱自己的朋友 但是只要不是自己爱的 都不当成人 当成畜生 有没有 有些坏人就是这种人啊 有啊 他也爱自己的儿女啊 也爱自己的太太啊 也爱自己的父母 也爱自己称兄道弟的朋友啊 可是在这以外 他都当成动物畜生 要杀要寡是我的事情 不把别人当人啊 只爱自己所爱的啦 也有一种人是什么 我们上次林外提过 叫做只爱心欢 不爱就爱 他也讲爱啊 但是他只爱 他自己当前爱的 不再爱的 就放到旁边去了 有些人死乱中气 就是这样子嘛 现在人为什么有第二段婚姻 第三段婚姻 还有第五段第六段的 还有重复来的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继续讲下去了 世界上有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爱 甚至有人爱宠物啊 有人爱同性伴侣啊 各位我们那些同性恋的朋友们 你以为他们不讲爱吗 他们也讲爱 他们也高举爱啊 甚至同性之间要有婚姻啊 是不是 我们不否认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爱 可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刚才我们读到了这一节经文 爱不能脱离真理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一样在讲爱 大家不要以为 同一个字内涵都是一样啊 我们讲的这个爱 跟一般外面的人所讲的爱 虽然是同一个字 意义 却相当的不一样啊 那意义不同在哪里 一个字 因为我们爱跟真理有关 简而言之 圣经当中神赐给我们的 启示我们的 分布我们的爱 绝对不是刚才所提到的那一些嘛 那我请放这个PPT的放得很快啊 因为我们不翻啊 大家直接看 比如说 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 告诉我们什么 要爱弟兄 对不对 立位记十九章三十四节 告诉我们什么 要爱同居的外邦人 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那一些不信耶稣的不信人 不是我们同宗教的 我们也要爱哦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六节 告诉我们什么 不只要爱那一些爱我们的 甚至那些不爱我们的讨厌的 我们也要照着圣经指示的方式 去爱他们 彼得后书一章十七节 怎么告诉我们 彼得后书一章十七节 还告诉我们 这在后面 应该是前书一章十七节吧 看是不是一章前书一章十七节 应该不是的 在另外翻 告诉我们不只要爱同龄 还要爱众人 爱弟兄 爱家人 还要爱众人 那个不是我们弟兄的一般人 也要去爱啊 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 这里讲到更难实行的 还叫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 我们自己的哦 你不要去想别人的去爱他哦 你不要去想教会的也爱了他哦 你不要去想神的仇敌 也去爱神的仇敌哦 所以新约经文 那仲散的仇敌 你不能爱哦 爱谁的仇敌 爱那个 你觉得对你不好的 只对你不好的 你觉得那个亏待你的 你觉得那个找你麻烦的 现在还误解你的 你爱得下去吗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是什么爱 这些都是圣经里面 神告诉我们的爱 跟外面的人很不一样哦 外面的人讲的爱 不一定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哦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上面这里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一节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个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爱耶稣啊 爱我就是爱耶稣 怎么爱呢 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 我们刚才那些看到的很多 都是神的命令 都是耶稣的命令 所以进一步说 一开始我们说传福音嘛 可是大家如果我们继续在想 传福音三个字 让你用一句话来讲 什么叫做传福音 我们可能会说 跟他介绍耶稣 叫他来教会 是不是这样子 最好能够让他信主 对不对 我们说传福音就是 啊 介绍他来教会 来参加报道会 来资会 先去听道理 那我们说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你要传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叫他信耶稣嘛 让他知道耶稣是神嘛 各位这样讲可不可以 这样可以 但是这个是最基本最最狭隘最狭隘的 其实经文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福音 传福音不只是叫人家知道耶稣是神 不只是叫人家来教会啊 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请来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五节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五节 看上面哦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记住了 什么是传福音 福音不只是叫人家知道耶稣是神来教会 参加布道会或者信耶稣这么简单 福音就是神的道 所以很简单 你看我们现在坐在下面的 目道朋友很少嘛 几乎都是主内的统领跟长辈嘛 可是小弟站在这里是在传福音耶 是传福音给谁 不是目道朋友耶 传福音给在座的长辈跟弟兄姐妹耶 因为我在讲神的道 神的整个道理 神的真理就是福音 这个才是最完整的 大家理解吧 所以传福音就是要把神交代我们的 我们所领受的一个一个传出去 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就是传福音啦 不管他有没有信耶稣啊 把神的道理 把神的话传出去 传得完备 就是传福音 不是说你来信耶稣 你给我传福音这样子而已啦 所以这样我们就理解啦 包括我们在世界上的一切人伦 我们进一步来讲 这个福音就是这个道的内容 也包括了我们一切的人伦哦 什么叫人伦 人伦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啦 父子君臣 对不对 这一些朋友 父子君臣 夫妇 父子君臣 朋友 还有其他的关系 人伦嘛 圣经大家在回想 是不是一直在教导我们 怎么跟自己的配偶相处 怎么跟自己的父母相处 怎么跟自己的儿女相处 怎么跟自己在上位的君相处 怎么对待自己的仆人 怎么对待灵舍 怎么对待朋友 怎么对待那些仇敌 跟不爱你的人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子 这就是神的道 这就是福音哦 所以福音是神告诉我们 如何在世界上 与一切人相处的道理 而这些道理 我们简单讲一句话 到后来小弟的体会 跟结论就是 我们在人世上 与一切的人的关系 最终都会变成 最终只会变成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神安排到我们身边来的 每一个人 只要我们没有照着神 要我们跟他进行的关系 跟方式来进行 最后就会变成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跟问题 甚至能得救不能得救 就是看这个而已 这就是福音哦 这就是福音哦 好 再来思考 刚才我们从经文看到了 就是起初所行的 起初所行的 那我们再来看 约翰二书第六节 新约圣经约翰二书第六节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 你们从起初所听见 当行的 就是这命令 所以启示录二章四节 说起初的爱心 启示录二章五节 说起初所行的 在这里另外一个经卷 约翰二书六节 告诉我们 起初所听见 也当行的 就是这个命令 而照这个命令做 就是爱 可见主耶稣 不只是对 以弗所教会的前辈同领 于所有 有耳朵的 提醒这个起初的爱心 更借着老使徒 约翰 吩咐我们 所谓的爱 爱心是什么 爱心就是要行出 起初 我们听见的 应当要行的 所以基督教谈的爱 刚才讲了 跟真理有关 如果再用一句话来 一句话来总结 基督教谈的爱是什么 就是照神的命令来行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爱 那个定义跟外面的爱 完全不一样 同一个字 完全不一样的内涵 那我们继续再来想 因为剩下15分钟 那既然行出神的命令 就是爱神 就是圣经的爱 神的命令里面有一句 我们耳熟能详 也相当熟悉的 又绕回原来的主题 我们请来看 马可福音16章的15节 马可福音16章15节 上面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是耶稣的命令 对不对 耶稣的命令是 我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个你们不是只有 传道直视长老 这个你们不是只有 负责人或宣道鼓啊 这个你们是每一位 我们被神所拣选 被神所爱 被神所保守跟引导 在座的每一位 这是耶稣的命令 诫命 这是诫命 原本是诫命哦 往普天下传福音 那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做了这件事情 就是爱 所以大家有没有 渐渐把传福音 从圣功 从使命 从托付 从负担 慢慢地脱离 变成跟爱 要连结在一起 传福音跟爱 是绝对相关的 继续我们再来 加强这个意念 就算刚才你听了 没有什么感动 接下来 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传福音 会跟爱这么相关呢 因为传福音 跟爱人如己 这四个字有相关的 爱人如己 什么叫爱人如己 先讲结论 我们把我们自己 已经先领受的福音 也传给我们爱的对象 我们来看一句经文 一起来看新约圣经 雅各书二章八节 雅各书二章八节 经上记者说 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至尊的律法 神赐给我们的命令里面 这个算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其中一个命令 爱人如己 那我们来想 在座诸位亲爱的圣徒 我们都已经领受福音 才愿意接受洗礼 才坐在这里守安息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已经有了 这一份属灵的盼望 我们已经得了 这个上好的福分 既然我们已经领受了 我们岂能容许 耶稣基督引导到 我们眼前的任何一个人 无分于这些 大家以前有个广告词 叫做好东西要与什么分享 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 对不对 不只好东西 我常常跟有些统领出去 哇 没有刚才小子 看到的很好吃 很好吃的 我买一份 我再包两份 他为什么包两份 不是他贪吃 不是他想发胖 他吃到很好吃的 哇 这个很特殊的 我多包两份 回去给我的儿子女儿 给我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这样子 什么叫做 爱啊 爱就是你自己领受好的东西 你觉得好的 你想跟自己爱的人去分享 跟他一同经历 是不是 这个叫做爱的人如己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自己 已经有了这个盼望 我们自己已经领受了 这个福音 我们自己已经知道 有这个福分 结果却让到我们身边的人 没有办法听到这个福音 没有办法拥有这个盼望 也没有办法有这个永生的福分 这个样子 我们还能叫做爱人如己吗 还能叫做爱人如己吗 也就是说 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的同灵 是很有爱心的 很热心的 很怜悯的 但是我们再想一想 不管我们如何以怜悯的心 去帮助别人 或者以慈爱的心 去关心他人 或以坚定的信心 帮他人代导 以恩慈的心 去帮补人的需要 或者甚至是为了国泰民安 为国家 为在上位者祷告 如果 我们刚才那些都做了 却不想方设法的 把你眼前的这个人 在福音里面 引到独一真神 耶稣基督的面前 那我们就是没有把 最大的爱给他 我们帮他带导 我们就帮助别人 我们就关心别人 我们就体谅别人 我们甚至为了那一些 不知道的人帮他们 如果我们这些都做了 却没有把神的福音给他 那你就是 少了最重要的那件事情 没有爱他 如爱你自己 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福音 有这个盼望了 却没有很认真的 想要把这个给他 所以以前 小弟当传道当十几年 以前有一个木道朋友 曾经问小弟这句话 我自己现在想一想 都觉得很肉麻 他就说 团乐 我用国语讲 传道 你为什么这么认真 向我传福音 每次来 这样说得出 我那时候 临时圣灵感动就说 因为我爱你 放心 这不是姐妹 因为我爱你 七十二回 会在这身心 因为我爱你 其实不是我爱你 是耶稣先爱了你 所以安排 今日你我相见 你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把神的道理跟你分享 因为在这个道理的背后 有莫大的福分 平安跟喜乐 是不是 我自己被神爱了 神也爱你 我也爱你 因为爱你 所以我才把这个道理告诉你 也希望你来到教会 他说 我回去看看 我这个得力 各位传福音就是爱 不只是圣功 不只是使命 不只是托付 不只是负担 我们不要把他看得这么自视化 传福音真的是爱 要爱人如己 最后我们再来讲 为什么传福音跟爱绝对相关 我们要知道 出于神的爱 绝对不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爱 任何一种爱所能比拟的 我们来看一个经节 旧约圣经 耶利米苏31章的第三节 耶利米苏31章的第三节 这上面有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我们在天上的神 那个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我们在信仰上的主 就是这个耶和华 就是那个永远在 永远在的那一位 他向他在地面上的百姓 以色列显现 而且说了一句话 重点这一句话 大家要记起来 他不是说我爱你 这三个字而已 注意这句话不能省略的 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 请注意这里神自我启示 他对于他给我们的爱 用了几个字来形容 用永远的 我们大家来想 世界上的一切 没有那一种不会消灭 跟不会中疗 跟不会衰败的 大家想是不是 我们先不要讲 行而上的那一切 什么情感 连结 血缘 我们讲我们看得到的 就算是物质也好 我以前看广告 有看到那个钻石的广告 然后那个钻石广告 有一句会很深刻 他说一颗 恒 什么 久远 情义永流藏 大家都只要看电视 不错 一颗恒久远 情义永流藏 一个钻石这么大 不知道一颗 要不要去洗 叫我们去买 我真的买不起 可是我对家人 比较 我问大家 钻石可以恒久远吗 我们学过 我们学过那个化学跟物理 最基本的国中 钻石只不过是高压 高热被压出来的 碳4 C4 你晓得吧 它的本质就是碳 和火酮是同样的 只不过不同形态出现 我那念过化学名称 我们不讲了 你们知道吗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东西 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钻金属 大家听过吗 钻金属 什么叫钻金属 钻金属都超贵 金啊 银啊 那个铜啊 放一下就氧化铜了 所以为什么当兵的时候 要拼命在那边擦 每天擦得超烦的 怎么一下子就变色了 可是金跟银很难变色 有没有 它叫做什么 叫做钻金属 大家背过那个化学元素表 我不是在上化学课 这是常识 化学元素表里面的东西啊 全部都有半衰期 有听过吗 什么叫半衰期 你只要给它的时间够长 甚至是几千万年 几亿年 它迟早会变质 它会衰败 我们不要再讲太多其他怪怪的 也就是存在世界上的物质 没有一个东西不会变质的 那所以 有些人说 传道你讲的是物质 我们讲的是情感 爱 爱 我们爱我们的子女 我们爱我们看到的孙子 今天有甘纳孙的你也爱 今天中午我们好像还聊到这个 或者是上午 昨天 或者什么 你六代以后的孙子 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 你不要怪你孙子 不要怪六代 现在你知道你六代之前的 祖公公祖妈 叫什么名字 待会来找兄弟做件事 不可以看主谱 我问你们 不要怪以后我们的子孙 连我们现在连五六代以前的 有没有 我们的 对祖妈那边来 对祖公那边来 他们躲在哪里 生什么叫什么 有一次我真的 有点调皮 问了一个小朋友 你们阿祖叫什么名字 你阿公的爸爸叫什么名字 他不知道 我就逗他 神原谅我 我说你阿祖生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 大家听得懂吗 你阿祖就生 你阿公你现在生什么 就是生什么 他也说我也不知道 各位 不管你对子孙有多大的爱 不管你对他们多设想 再怎么样爱 有一天当我们不见 这个就渐渐没有了 变成祖母上的几个文字而已 是不是 男女之间也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爱的故事 罗密欧跟朱利耶 意大利的听过吗 哇那个爱惊天动地耶 对不对 不要说那边的啦 说我们东洋的啦 那个梁山伯跟朱英台听过吧 你们都没听过啊 那算了 这也不是圣经我不讲了 歌颂这些爱情故事 海事三蒙 海枯石烂 天长地久 我说都假的啦 这两个当事者过去没有多久 就变成一个故事是他家的事 也没有什么 就不存在啦 也就是我们在世界上 即使是这种爱 当爱的发出者 跟爱的接受者 只要同时都不存在的时候 这个就渐渐呆化 就渐渐不见啦 比金银还快 你信不信 金银还要好几亿年才会变质啦 难怪是一颗恒久远啦 对不对 我们人的爱跟感情 没办法存到多久呢 不要以为多伟大 没办法存到多久呢 可是最后我们要做结论啦 虽然因着人事物而有的情感 事上所被称重的一切 都有终点 都会衰败 可是神歧视我们 有一个条件 可以让我们在世界上 真事以及珍重的这一段情感 可以从短暂进入永远 唯一的途径跟方法 就是借由那个永远的存在 就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王 我们的神 耶稣基督 因为世上的一切 都是被他所造的 时间空间跟万物 所以他是万有之上 也是万物之主 万主之主 一切都是因他而有的 也在他之内 也是借他而造的 这新约经文不翻啦 只有他是永永远远 永永远远 所以这是阿法 也是欧美加 他是开始也是中了 当这个永远的说 我可以让你们进入永远的时候 所以各位 今天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你真的希望 这一个美好的情感跟感情 能可以存到永远 只有一个方法 可以存到永远 今天不管你多爱你的儿女 你多思念你的配偶 你多孝敬你的父母 或你多珍视这个友人 很快就过去了 只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这一段美好的关系 进入永恒 什么关系 向他传福音 让他成为这位 至高真神的儿女跟圣徒 能够进入永生 当我们进入永生 不管我们在地面上 这个关系 是短短的几十年 不管你跟你的儿女 付出多少的心力 短短的几十年 但是我们以后可以 永远在神的面前 永远保存这一份关系 永永远远 来纪念这一段关系 我们最后来看这一节 我们来看犹大叔21节 犹大叔21节 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神的爱 才能跟永远的生命 合在一起 而当我们进入永远的生命 也把我们所爱的人 带入这个永远的生命 就是神里面的时候 我们珍视的这一段关系 才能够存到永永远远 所以 我们永远永远在一起 跟配偶也一样 跟长辈也一样 跟邻居也一样 跟你的同事也一样 如果你真的非常重视他 想要回报他 你带给他最大的爱跟福气 就是把神的道理 把福音传给他 把他引到教会来 所以起初的爱心 以福守教会失去的是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猜想 他大概到后来 虽然做了很多事 但是传福音不像一开始 那么热烈 那么切实 所以主耶稣警醒 他也警醒我们 各位 这是最大的爱 也是起初的爱 也是我们起初听见所当行的 愿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 让我们能够向我们周边的 每一位传福音 把神的道理见证 跟他们分享 也才为他们祷告 带他们到神的面前来 带他们到教会来 我们当中的目道朋友 你们也是有福气的 因为神爱你们 我们以上见证 我们现在来吟诗